做完了心理建设之后来到了第二点 第二点就是最为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了解当代艺术作品 或者要看懂当代艺术作品 一个不二法文 就是要了解当代艺术作品出现的上下文语境 可能很难理解 什么叫上下文语境 那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 拿中文举例子 比如夏天的时候 我们会说 我们这衣服是能穿多少穿多少 同样到冬天的时候 我们这个衣服也是能穿多少穿多少 其实这两句话的文字都是一模一样的 但在不同的语境 比如一个是冬天 一个是夏天 在不同的语境当中 我们解读出来的内容 一个是穿的多 一个是穿的少 那下面我们就在艺术作品当中 咱们举几个例子 给大家讲一讲 我们这个上下文语境对看的比较当代艺术作品的重要性 我们现在看的这张作品是法国的浪漫主义艺术家 杰里科创作于1818年的维路萨之法 这张作品创作于200年前 当时的艺术家才27岁 他讲的可以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非常悲惨 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一个悲剧的故事 非常凄惨 有的人面情麻木 然后有的人充满绝望 然后这么一个非常绝望的场景 马上就要被大海吞没的这么一个法子 那这个故事的背景是什么呢 这个背景呢 其实就是在当时这个拿破仑在英国 华铁沃战役当中的失败之后 法国的波旁王朝复辟 复辟之后呢 有这么一个一艘战舰 就是美渡沙号战舰 他呢要去开往自己的一个港口 然后这个时候呢 因为这个当时啊 这个保皇派的人就希望自己的这个战舰呢 能是自己的人来掌控 所以他们就指派了一个叫肖马雷的子爵 作为这个战舰的指挥官 但是这个子爵没有 将近20年的时间都没有任何的这个航海经验 所以呢 就出了海难 那这个海难其实说白了 就是这个因为没有指挥经验 不了解航海技术 所以他偏离舰队非常远 在西非的这海岸搁浅了 然后呢 这个一船的人就都要葬身这个海底 当时呢 这个小马雷和自己的亲信 船上这些贵族就商量了一个办法 就是一共有400人的这个舰队呢 船上的这个船员 有250人这些比较亲近的 或者是跟沾皇亲国戚的 或者是跟他关系比较好的 就是坐这个逃生艇能够逃生 但有160个水手呢 就只能自己扎一个筏子 在后面跟着 这160个人被分到的粮食 被分到的这个水都非常有限 开始的时候是跟着被这个前面的救生艇 拿一个绳子连着 但后来呢 因为上面的斗打斗啊 然后互相残杀啊 弄得非常混乱 最后这些贵族一看没办法的 拿着绳子把这个筏子给它割断了 任由他们这个自生自灭 到最后在海面上呢 漂泊了两周之后 偶然的被另外一艘船给救起来 但在救起来的时候 这艘船上只有十几人生还 到后来还又死了几个 所以这件事呢 在当时的法国变成了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丑闻 对当时这个社会的影响非常之大 然后呢这件作品是 谢里科27岁创作之后 第一次在法国展出的时候 也是引起了轩然大波 当时很多的当评论两极分化 有一部分人就认为这张画画的不是展现那种理想的美 不能得奖 当然这张画当时也确实没有得奖 但是同样也有一部分人呢 认为这张画反映当时的社会的现实 展示了一个非常触目惊心的一个场景 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所以呢 这张作品在200年后的今天 依然展出在法国 然后它里面的这个 这张画非常大 这张画有35米的一个尺寸 非常壮观 所以从那之后 又有很多的这个艺术家 不断地去演绎美杜莎的这个故事 在不同的艺术作品当中 有的是用照片 有的是油画 有的是用雕塑 等等等等 它就变成了一个社会的隐喻 所以大家后来再提到美杜莎之法 它代表了什么呢 是代表了一种 比如在社会不公啊 或者是权贵寡头啊 等等这种社会的问题 那对于我们来今天来说的话 如果你不了解当时的这个社会背景 不了解当时出现的这个情况 和思潮 不了解整个当时法罗的这个革命啊 还有波胖王朝的复辟这些故事 你都没法很好地理解 这张作品的这个意义所在 同样 在你后来看到的其他的这些 以美杜莎之法 作为蓝本的 一些再创作的时候呢 你可能也看不懂 后面的这些艺术创作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点 就是艺术作品 你要把它放入到 一个历史的环境当中 去解读它的含义 去品位它内在的这个创作 同样啊 这个基里科的老师 雅克 他也创作过一个叫马拉之死 同样这个算是 基里科的这个 师兄弟吧 这个德拉克洛瓦 也创作过一张 自由引导人民 他们都是这类 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虽然并不是一种 以理想美的现实 展示给大家 但它所蕴含的这种力量 这种冲击力 还有这种感官的体验 或者是它背后的这些故事 还有它的反映怀的这个内容 都是发人深思的 可以给人以更多的启示的 这种好的作品 刚才呢 我们是从这个历史的角度上 来了解一件作品 来分析一件作品 那我们现在再介绍第二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是这个毕加索 创作于1937年的 一件非常重要的作品 戈尼卡 本来呢 是在1937年的时候 这个西班牙政府呢 希望毕加索来创作一件 用于1937年 在巴黎举行的 世博会的这么一件作品 但是呢 当时毕加索工作了几个月之后呢 出现了这么一件事 1937年的4月26号 这个西班牙独裁政府 这个弗朗哥政府 邀请这个德国纳粹 轰炸了西班牙的 这个戈尼卡城镇 戈尼卡城被轰炸的时候 因为当时正值 西班牙内战 所以当时男人 基本都不在城里 基本都是女人和儿童 在这个城当中 所以造成了极大的伤亡 因为是地毯式的轰炸 所以当时 毕加索知道这件事之后 非常的愤慨 然后呢 就创作了 这个戈尼卡这件作品 从这件作品 你看上去 第一眼的这个印象 绝对非常不好 因为就是 它颜色非常灰暗 黑白灰 而且就是里面这个形象 都非常有趣 麻也不是麻 牛也不是牛 人也不是人 但是能看得出来 里面 连离近日的表达了 这个什么的黑暗 压抑这种情绪 但是我们想说的 通过这张作品呢 不仅仅是说明 这个当时的社会环境 造出了这张作品 我们还要说一点的 就是 那我们第一印象 看到这件作品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 这个亚火 是不是不会画画 不会使用颜色呢 它是造型能力很差 它做了一个作品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这就说到的 我们第二点 就是我们不光要通过 这个历史的环境 来还原这件作品 同样也要从艺术家的角度 来看待这个不同的创作时期 和它的这个发展立场 那毕加特他在小的时候 十几岁的时候 他就画得非常好 他的造型能力非常强 颜色运用也非常的好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他以前都十几岁 十二岁 十三岁 十五岁的这些作品 都已经可以说是 他的绘画技巧非常成熟的 但是随着他的不断的发展 他自己认识到 他要表达的这个内容 并不仅仅局限于颜色 或者是造型 所以他要突破这些 习以为上 和他以前的这种表达方式 就要换一种新的手段 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像哥尔尼卡的这件作品 他为什么要用黑和白 就是因为要表现这种 社会的黑暗 对这种暴力 对这种纳粹的反抗 所以他用一种 更为冲击力更强 给人一种更压抑的这种颜色 来表达自己的这个情绪 同样 他的这些造型和人物 都是那种扭曲 在这种强压之下 在这种黑暗的社会现实之下 展示出来人的扭曲 或者是动物的形象 表达出这种痛苦的丝毫 所以这块就是咱们说的第二点 就是分析以后 看一件当代艺术作品 不仅仅要看当时这个社会环境 还要看这个艺术家的发展阶段 和他自己的发展历程 咱们刚才说到了 从历史环境当中去解读这件作品 从艺术家自身的发展历程当中 去解读这件作品 下面接着第三点 就有点难度了 因为他们第三点是谈到 如何在艺术史的发展历程当中 去解读这件艺术作品 咱们提到这件作品 非常具有争议性 这件作品是卡尔·安德烈 创造的一个雕塑作品 叫做《等家务》 这位美国艺术家的这件作品 当时在七十年代的时候 被英国泰特美术馆收藏的时候 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为什么呢 因为你也看到了 这个图片上来说 怎么来形容这件作品呢 非常简单的来形容 就是一堆砖头 很简单 确实是一堆砖头摆在地上 所以很多 即使是现在 大家谈到这件作品的时候 很多人比如在网络上 在写文章的时候 都会提到 为什么这件作品 它要进入艺术史 要进入美术馆 所以我们以这件作品来谈 如果你仅仅看到这件作品 这些砖头的话 可能和我们中国的 这个工地上的砖头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因为它本身 它的材料就是防火砖 但是呢 这个是1966年的作品 我们现在给你看一件 是在1913年 给它找的一个艺术家 俄罗斯的马雷维奇 创作的这件作品 他创作的这件作品 是什么呢 是白上黑 大家看到这件作品的时候 可能也很诧异 说这就是一个白点上 画的一个黑方块 确实是这样 但是这件作品 其实你是能够 感受到两者的内在联系的 这件白上黑 或者叫黑方块 它是这个马雷维奇 这智商主义的 第一件作品 那这件作品 它展示的是什么呢 其实马雷维奇 是一个非常理性的艺术家 他在自己的创作当中 是非常严谨的 他是觉得 这个人类的艺术创作 尤其像绘画 发展到191几年的时候 那个照相机已经出现了 他觉得 出于对世界的模仿 比如我画一个人 那得有这个人的存在 我才能画它 我画一个风景 给我这个风景的存在 我才要画它 这种单纯的 对事物的模仿 或模拟 已经不能够满足 它的这个创作的需要了 所以他在思考上 就是如果做减法 在绘画当中 刨除那些色彩 造型 什么才是绘画最本源的创造 所以他就画了这个白上黑 大家说 为什么是一个方块 对 从我的理解来说 因为自然界当中 圆形的东西很多 但是自然界当中 方块 正方形 非常少 或者是很罕见 所以他觉得 这个正方形 应该是人类创作的 一个代表 所以他画了一个 黑色的方块 为什么那么黑和白 因为这两种颜色 是最基本的 一个对立的颜色 一个白色 一个黑色 它抛除了造型 抛除了颜色 把绘画的这个 本源目标 变成了一个 纯粹的创造 就是对 艺术的创造的本源 其实就是 他这张白上黑 就能代表出来 有人说 这张作品代表了 绘画的死亡 有人说 他开启了一个 绘画的新时代 从我来说的话 我觉得 他的意义 确实是开辟了 一个新的时代 它代表着 我们人类绘画 脱离对外界的模仿 变成了一种 纯粹的 一种表达 一种纯粹的创造 同样 我们回头再来看 这个 这个 卡安德烈的 这个等价物 一样 它是一个 现在可以说 是一个教科书 级别的 这个 极简主义的 一个样子的 作品 它代表了什么呢 它就是代表了一个 把 如果说 马列维席 是一个 对平面作品 这样的一种理念 那他 卡安德烈 就是把他的这个理念 挪用到了 雕塑当中 因为这个砖块 就是建起高楼大厦 建起各种雕塑的 一个基本物质 那他的理念就是说 我抛出了所有的形式 抛出了所有的模拟 抛出了所有的设计之后 那 那我人类的 本源的创造 就是这些砖块 其实呢 这件作品呢 对很多中国观众来说的话 好像是更容易理解一点 因为我们这个 传统文化当中 就是都有这个大阴西生 大象无形 大自若 于反谱归真的 这个说法 所以呢 看到这件作品呢 就有点这种 反谱归真 然后这个大象无形的 这种感受 那可能这个说的 就有点深奥 但是呢 我们说的 举这个例子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让大家清楚 在艺术的创作当中 有很多我们觉得 匪夷所思 或不理解的这个作品 背后呢 其实在艺术史当中 是有它自己的传承逻辑的 所以我们要通过 对艺术史的了解 或者是推演 去看这件作品的发展 是否具有它的艺术价值 或者是其他的意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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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